今年夏天不断飙高温,炎热的气候很容易导致热伤害 其中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热衰竭与热中暑 不过您知道热衰竭与热中暑有何不同吗? 以及有哪些症状呢?又该如何处理呢? 一起来看我们的健康1.0单元 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急诊室的护理长 我叫做陈亚裕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热衰竭跟热中暑 因为夏季到了,台湾属于亚热带地区四面都环海 其实我们的夏天通常都是很闷热跟潮湿的 这还蛮容易导致有热病产生 那什么是热病? 我们所谓的热病就是热筋软、热衰竭 甚至严重的热中暑这些情况 那一般有时候在户外大量的运动之后 会有一些大量的汗水流出导致体内会有比较水分的缺失 那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的情况产生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主题 那像热衰竭跟热中暑这两个的区分在哪里? 其实我们比较常听过的是热中暑 那其实热衰竭一般症状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例如说我们会头晕耳心呕吐 那其实它甚至就是会一直流汗一直流汗 那人的意识目前看起来是清醒的状况 那如果到意识比较不清楚的状况 其实它已经到中暑的程度了 那热中暑一般我们皮肤摸起来就是烫烫的 体温量起来甚至会高过40度的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其实皮肤摸起来是干燥的状况 那所以其实我们会称作热中暑其实是比较严重的 那如果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需要怎么处理? 一般就是我们会建议先把患者先移到可能比较阴凉的地方 那检查一下他的衣服适当的把他的衣物减少 那减少状况下让他平躺 如果尽可能可能可以让他下肢是抬高的状况 然后如果旁边刚好有人带扇子或是小电风扇 也可以给他使用让他降温 那必要的时候如果病人的意识状况是清楚的 我们就可以让他补充一点水分 那如果说病人他是无法自己喝水的 那这个情况可能就要选择尽快的就医了 那如果说在夏季我们一定要外出运动 那我们还是建议可能就是穿比较浅色的衣服 甚至就是带一些防晒的用具 例如雨伞啊或是那个帽子去做一个防晒 那我们选择运动的时间 一般会建议可能早晨或是傍晚的这些 那在室内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就是 就是比较不要闷的空气比较流通的这样的状态 就这样